哈啰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拆不是CADDY的車頂架 在拆之前呢 我們先要準備三樣工具 第一樣的話是這個一字的 旗幟 然後再來是這種梅花形的六角板手 那我們需要用到的是 T25的梅花形板手 六角的 然後再來是這種 十二角的梅花板手 我們需要用到的是這一支 這個是 M10的 M10的十二角 外角十二角的梅花板手 CADDY的車頂架基本上它 有四個鎖點 一二三四 四個鎖點 那它全部都是做隱藏式的 那隱藏式的話 它有四個蓋子 那這個鎖板的蓋子呢 前面這個拆的話 是從前面這邊 稍微用一點力這樣搬開 那後面那一個也是一樣 就是從尾端的部分用力搬開 那中間這個的話就需要用到一支起支去把它 做敲開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吧 那我們先來拆前面的第一個 飾板蓋 它是從前面這裡呢 然後稍微往 往上這樣搬起來 然後搬起來之後 往前拉 就拉起來了 有一些可能比較緊要稍微用一點力氣 那就會看到這個 這個是 十二角的 十二角的梅花板手 是M10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拆第二個跟第三個蓋板 那這個蓋板怎麼拆開呢 如果它沒有很緊的話 你用手指 往這兩邊 從內側 你這兩邊 稍微把它扳開 又用指甲 的話就有可能把它扳開 像這樣 好 這樣就扳開了 那如果比較緊的情況下 你可能就是需要 用到一支的起支 稍微往兩側 往兩側把它 鑽 推開 那這樣一樣是可以把它拆開 那拆開之後呢 就會從外 從外側呢 看到那個螺絲 這個 需要用到 六角的梅花板手 那 第三個也是一樣的 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從尾端這邊 那後面一樣 就是從尾端這邊 敲開 那 一樣我會用一支的去敲 那 小心不要去 刮到那個板筋 那如果你會怕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找一個 塑膠的 的工具 可能就不怕 刮傷 那我 小心一點就是 往後面這邊 往上敲開 因為有點緊 那這樣就打開了 大家就會看到這個螺絲 這螺絲也是 十二角的梅花螺絲 好 那 蓋板的話 我們都拆下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拆螺絲 我會比較建議的就是 先拆中間這兩個 橫向的螺絲 拆完之後再拆前後 那中間這兩個的話 我們是用這個梅花的六角扳手 我這邊看的話 它是 T25的 那我們現在來拆尾部的 我們用這個十二外角的 梅花扳手 好 好 那我們再去拆 前面的 前面這邊一樣是十二角的 好 那四隻螺絲都拆好了之後呢 那四隻螺絲都拆好了之後呢 這一隻 車頂架呢 就可以直接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整個 會有看到四個鎖點 那 中間這兩個呢 還有兩個原本的螺絲 一樣是用這個 十二角的 梅花扳手 有點緊 扳手 不然超錯 好 好 那車頂架拆下來之後呢 這上面有一些 髒髒的 那我們 先把它清潔一下 那我大概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要拆這個 原廠的車頂架 因為我要裝固定式的一個 橫桿 然後 會裝一個車邊杖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要把原廠的 質感給它拆下來 然後裝上固定式的橫桿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清潔 那我目前的話是只有 兩支橫桿 是用來裝車邊杖的 橫桿是有合格的啦 到時候去變更什麼杖 那因為中間這兩個的話就沒有裝 變成說它 這個孔位會外露 那我也不確定說這個孔位 淘水進去 會不會 裡面會不會漏水 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想說 原本這個螺絲 那我們就給它 鎖回去 這原本是前面的這個 前後的螺絲 那我們到時候就把它鎖回去 那 又怕會 可能會有漏水的疑慮 所以我就 用這個 Taple Shield 我們趁著防水吸膠袋 稍微把它圈個幾圈 然後再鎖進去 這樣子 然後再鎖進去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這樣應該雨水就不會直接滲進去了 我不是很確定這個 鎖點的孔位裡面 因為看起來蠻深的啦 我不知道裡面會不會滴水到裡面的頂桶 那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保險期間我覺得還是 做一點防水 那有些人可能是直接打上slicon 可是我想說用這個就好 就比較簡單 那以後如果要拆卸的話 也比較好拆 就好了不用鎖 不用鎖得太緊 可能會傷 太緊的話可能會傷到環境 只要它震動的時候不會 不會鬆掉就好了 OK 搞定 是 好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也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加分享 拜拜